台湾最新政党支持度民调 民进党支持度欲雪崩仅剩两成 年轻粉狂调讨厌民进党氛围在蔓延 绿营失速列车会如何冲击年底选情 我们从民意的角度来说的话 民进党的支持者它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认同民进党的理念 坚定的支持民进党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民进党的一些主张 他们是支持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民进党坚定的一个长期的支持者 而是在于说民进党提出一些主张是符合他们诉求的 所以他们在这些主张上会支持民进党 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一些中间选民 在提出很多符合青年诉求的改革愿景 这样的话青年群体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来支持民进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民进党施政乏力 它没有办法去解决台湾经济面临的困境 也没有能力去提升台湾的社会民生的福祉 那你就这样你就没有去办法真正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 那选民对你的这种支持度自然而然也会降低 那进一步而言的话 民进党在此次九合一选举过程中 她的整个提名程序也失去了社会民意的支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大权独揽 而对基层的声音是忽视的 那就引发了内部的分歧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提名之后 林志坚的论文们 陈时中的竞选广告等等等等 都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反弹 所以导致民进党的这个民意是不断的下降的 所以我们说民进党今天它的所作所为 哪怕是自己人他也看不下去了